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惯性呢 就是我们的成龙大哥 相信以前一直看着他电影长大的同学 很多都对这位大哥的记忆非常深刻吧 不得不说成龙大哥早年的电影 那真的是无数人的童年回忆 可是如今的成龙却有点时过境迁了 这不是我瞎说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就是成龙近些年的电影是越拍越烂了 我们看看近些年的电影就会发现了 但凡成龙大哥主演的电影 就没有哪部电影的口碑能够保持稳定的 像和洋洋搭档的吉仙峰 还有和阮晶天中楚西搭档的神探蒲松林 以及和王俊凯主演的解忧杂货店和机器之许等等 总之 但凡成龙大哥主演的电影 就没有口碑太好的作品出现 可能有人会甩锅给剧本 导演不行 但是这么多作品在这里摆着 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毕竟要真的那么烂了 为什么成龙会不明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现如今成龙大哥的遭遇 跟好莱坞的一位明星很像 没错 就是我们熟悉的尼古拉斯凯奇 当年那个奥斯卡影星 结果就是因为对电影来者不拒 把自己给坑了 当然 成龙大哥的境遇 还是比他要好的 毕竟看他电影长大的人那么多 粉丝基数在那里板着 不过 他的情况仍然不太好 因为很简单 成龙大哥老了 老了之后的身体反应力和动作 都会变迟钝 以前身上的那股灵活性没了 没了灵活性的成龙大哥 就算他演任何动作大片都不行了 可他为什么不换个类型的电影拍 或者换个战场也行啊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不是不换 而是换不了 因为对于成龙来说 他相当清楚自己的粉丝群体 是那一类人 就是电影家动作的 你突然给人家换了个类型 观众大概率不买账 就像之前的解忧杂货店 那样 观众压根不会对成龙提起兴趣了 或许 对于成龙大哥来说 如今最正确的选择 恐怕不是继续拍电影 因为这是在透支自己的观众 到未来哪一天 观众彻底对成龙没好感 他也就得滚蛋了 而他最好的选择 是跟李延杰那样 半影推的状态是最佳的 保持自己的观众美好回忆 偶尔出来割一波 哦不对 出来演一下电影 打个酱油啥的 这是最好的选择